花博开幕有一些民众会想带着自己的宠物来一起逛花博 或者是骑单车来轻松游园 甚至有些小朋友也会来带着这个滑板车 不过提醒您其实到了这个入园票口 这些东西都是通通被禁止携带入内的 因为这些都有可能会破坏园区内的植栽 所以是只有小朋友的娃娃车还有轮椅是可以进入的 而中天电视也特别提醒您到底是有哪些东西不能带着逛花博 花博开展的第二天人潮越来越多 可是如果你要把家里的宠物带进来可能没有办法 对不起我们有规定那个宠物不进来 那如果我有带笼子可以吗 也不行对不起 虽然有点扫兴但为了保护花博里珍贵的花花草草保持最完美的状态 即使家里的宠物像这样子链上链子还是不能进入 一般民众都能接受 花要维护一下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搏击型的一个展览 那所以说还是要尊重一下 在豁博的园区外你可以尽情像我这样子骑着脚踏车 可是如果你要进园区里头的话 就禁止进入 担心这些交通工具会不小心撞倒来往的游客 因此通通明文禁止 但如果是小朋友的娃娃车或是轮椅 不但可以自己带 园区里也有租借的服务 园区太大了 对啊比较方便 如果可以租借的话你会觉得比较方便 一定的啊 提供最好的品质 让游客开开心心逛花博 高高兴兴的回家去 终于新闻游客厂理事会台北报道